在中国著名的华侨之乡江门开平,1833座碉楼分布在15个镇,这些碉楼大量新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,由当地旅居海外的华侨出资修建而成,既有中国传统乡土建筑的特点,又融入浓郁的西洋风情。 2007年6月28日,开平碉楼与村落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,成为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,已是国际移民文化的第一个世界遗产项目。 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体为何出现在江门开平,对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有何启发? 五一大学广东桥乡文化研究院教授,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席专家张国雄,近日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,碉楼是华侨拥抱西方文化,改造家乡的一个具象。 碉楼这样一种不土不洋,不中不西的建筑,全世界唯一,更具世界意义。 开平碉楼呢,它的最早的遗存是明代中后期的建筑,到今天已经四百多年的历史了。 其实很早开平人就通过台山广海去东南亚,然后去到美洲。 接触到了各个国家的文化以后,他们开始把外来的建筑文化带入。 那么这个文化包括建筑材料,在中国的乡村钢筋混泥土建筑,最早的就在开平碉楼这里。 张国雄告诉记者,传统文化对华侨影响很大,明代江门武艺地区有位哲学家陈白沙,他的哲学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物识。 江门武艺地区华侨到了北美、大洋洲,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工业文明,让他们看到了家乡的落后。 正是由于江门武艺地区华侨来自一个讲究实际,遵从内心感受的地方,意志的工业文明使他们对改造家乡的愿望更加强烈。 碉楼是他们想改造家乡的一个具象性的东西。 学校基本上是中西合璧的学校,连祠堂,这个地区的祠堂建筑,它是中西合璧。 祠堂是中国人,乡村人的,精神世界的最神圣的地方,都能够把大量西方的建筑文化融进去。 你可想拥抱西方文化的那一种心理是多强烈。 张国雄说,在专业建筑师看来,开平碉楼不规范,不精美,原因就在于接受外来文化的是普通华侨和桥乡民众。 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,再加上广东人跟着感觉走,很多建筑文化的融合自然就打破学理上的一些界限。 华侨他们带回来的,跟我们讲的知识分子所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不同。 它不是文化的遗址,它是文化的吸收和创造。 这样一种不土不洋,不中不西的,而且不规范不标准的这种建筑,全世界唯一。 它更具有世界意义。 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农民的创造。 当前身处全球化浪潮中,张国雄称, 开平碉楼所反映的桥乡民众的文化心理、文化行为和文化视野, 对今天的全球化非常有借鉴意义。 解放以后,广东有一句话,叫看广东就看四一。 当时这个地方的乡村的农民的居住条件, 一家一户,两层楼房,水、电都可以通进去。 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开放,一定要跟世界融为一个整体。 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排外的民族。 坚守本民族优秀的东西, 同时我在学习外来的东西。 在桥乡它给我们的启示, 中国人其实有这样的文化胸怀, 文化视野,文化心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